西汉末年百姓被豪强欺压而急需改革 卢家学者信奉燦伟之学认为将改朝换代 当时汉死外戚往往通过周济别人恪守鼓里 逐渐声明确起 公元前八年汉成帝撤封王莽为大司马 王莽开始独掌曹刚 八季后的王莽更加谦虚谨慎 经常把家产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 广泛听取意见 他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 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 失去一下赢得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 并带头捐款一百万钱 捐递三十请用来救助平民 没遇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共苦 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 都觉得往往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 是众望所归的领袖 公元八年在王莽的精心策划下 全国各地纷纷奏唱代表天意 要求王莽做皇帝的福瑞 公元九年一月 王莽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 随后他派人去向太后索取一席 太后大怒 自玉玺于地摔碎一角 王莽命人以黄金相补 尽管手艺精巧 但玉玺终究留下了缺角之痕 王莽在登基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防造吸收的制度来管理国家 王莽废除汉朝统一使用的五租钱 按照每户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田地 并要求地主和富商交出多余的土地 而禁止买卖奴币 禁止高利贷 控制物价 把所有的盐铁住钱和酿酒都交由国家来管理 为了表示 百朝换代 隔汉立新 废流星王 王莽根据独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 此外 王莽还按照传说中的周子大风五等诸侯共796人 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 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名字名高的现象 在各级官吏中乘出不穷 至于那些清正一些 受风格者则穷困潦倒 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 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甚至连官员也弄不清楚 政策刚向全国宣布 就引来很多人的愤怒和反对 其中以地主豪强的反对最为激烈 王莽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富人们的利益 使他们开始对王莽的统治产生了敌对心理 一些富人根本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 国家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田地分给百姓 因此百姓怨声载道 此外 王莽的货币政策推行者多是大商人 那些商人和地方官邸勾结以榨取百姓 使得新潮经济更加混乱 王莽的改字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公元17年全国发生黄灾旱灾而研发饥荒事起 林怀仁瓜田义在惠基郡长州率先起 公元21年王莽派人劝瓜田义投降 在劝降过程中瓜田义突然得病身亡 王莽为瓜田义建坟力士企图拉拢骑者 但企军石破旗又降阴谋仍继续坚持斗争 在灾情最严重的青州徐州与京北地区 则分别在公元17年与京北兴起绿林军 18年与清徐地区兴起四美军 史称四枚绿林起义 当大臣举报各地明辩时 王莽认为只是民贼作乱 他不愿意承认执政错误 反而迁怒于大臣被防止周郡叛变 王莽布局周郡擅自发兵评乱 导致乱势扩大 公元21年王莽认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于是派军讨伐起军 但王莽军对军级败坏四处掠夺 战斗力有不强 时常有数十万大军被义军击溃之时 不久王莽再派太师王旷 更使将军连丹率十万兵东征 关东人民都称宁逢刺眉不逢泰师 泰师尚可更死沙王 公元22年10月 新莽军攻破了无岩县城并屠城 近万百姓被屠杀 新莽军出无岩城后不久就在 成仓与刺眉军主力相逢 莽军措手不及 刺眉军大获全胜 公元23年 绿林军推选了汉史宗族的刘璇为帝 恢复了汉朝国号 史称更死帝 同年王莽的大军 于汉朝宗史以后的东汉的开国皇帝 刘秀在昆阳爆发了昆阳大战 王莽倾全国之力 征集大军40多万 号称百万 试图一鼓而平天下 而其军方面守昆阳成者八九千 加上锁掉援军不过一两万人 两者军力悬殊 但是战役中 刘秀利用了王莽军 清敌的弱点以精兵三千 大赏而归 王莽军仅有数千人逃回洛阳 昆阳大劫后 刘衍刘秀兄弟人气大声 庚史帝以伟抗命令为由 处死了刘衍 刘秀得知哥哥死讯后 轻负谢罪 不敢为刘衍服伤 庚史帝内心有愧疚 逐败刘秀为破鲁将军 方武信侯 此时的王莽已经寝食难安 天天饮酒治罪 当骑军逐渐靠近长安时 王莽更加优矩 这时大时空吹发劝说 王莽在南郊举办哭天大典 以求添旧 王莽规定 只要民众哭得够哀伤 就可以加冠近决 公元23年 绿林军攻入长安 新朝灭亡后 庚史帝定都洛阳 由于局势混乱 就派刘秀巡视黄河衣北 公元24年 刘秀军队攻入了邯郸 刘秀被庚史帝封为萧王 同年庚史帝迁都至长安 他建国后昏庸无能 这让百姓怀念起了王莽之代 庚史帝建国后 赤梅军本想投靠他 但绿林军和庚史帝缺乏战略阳光 仅仅将赤梅军将领 奔封为只有虚名的猎猴 而三十多万赤梅将士 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这令赤梅军上下心中充满了怒火 公元25年6月 凡从雍历15岁的刘盆子为皇帝 国号为汉 此称赤梅汉 同时刘秀在浩城登基 国号也是汉 此称东汉 不久 庚史政权重臣王匡被刘秀部将邓宇打败 赤梅军同时袭进 深途剑等将领建议庚史帝逃回南洋 庚史帝不同意 深途剑张昂等五人心怀不满 想要劫持庚史帝 庚史帝事前查支传五人入宫 想要一起诛杀 张昂等四人得知情况有变而逃走 只有深途剑进入宫廷被庚史帝诛杀 不久赤梅军西进长安 而城内的张昂挖动兵变 不久赤梅军攻陷长安 庚史帝被迫向赤梅军投降 之后庚史帝被杀 国王五帝刘秀趁机南下洛阳 并定督于此 公元26年 由于受到刘璇的禅部 以及关中豪强的夹击 长安良草断绝 四眉军统帅樊崇 为了摆脱棍境 于同年12月份 被迫撤出长安 公元27年 四眉军被冯义 及刘秀的大军双敏夹击 樊崇及手下大将被杀 四眉军最终被刘秀所灭 此时 光武帝刘秀占有河北大部 河洛与关中等地 但天下仍然群寻歌剧 光武帝采取先东后西的战略 光武帝于公元27年到公元30年间 集中力量消灭支撑天子的 关东刘勇与鲁江的礼宪 东方平定后 刘秀转而向南征服荆州诸侯 最后光武帝向西平定天水 公元36年 刘秀由武汉攻克成都 俄年关武帝完成统一大业 至此 经历新莽末年长达19年的混战结束 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汉关武帝刘秀是汉高主刘邦的九世孙 出自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一脉 刘秀的先是因遵循恩令的原则 从列侯递降 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只是县令而已 刘秀九岁时 父亲离世 刘秀由叔父抚养 由于刘秀勤于农师而刘衍爱好游侠卷 券猛客 刘衍经常取笑刘秀 刘秀勤于盛世 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 其间国士苍隆 号称剑武盛世 公元57年 刘秀驾崩 享年62岁 刘秀驾崩后其子刘庄纪委 视为汉明帝 刘庄登基后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 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汉明帝对于依仗权势作为作福的外企大臣严加惩处 明帝在位期间允许北匈奴护视事情 但为消灭北匈奴的侵犯与劫 反而动摇了早已归辅的男匈奴 值得改变西兵养民的策略 重新对匈奴开战 其后班超出使西域 自公元23年以来 西域与中原断局关系50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 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 国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 一次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 降临在宫殿的中央 刘庄正要开口问 那金人呼的一声向西方飞去 第二天朝会时 他向群臣祥述梦中所见 大多数人都不知其有 后来有个博学的大臣说 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 明帝听说西域有佛于是派遣死者 捕天族求得其出 并于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公元75年9月 汉明帝是中年48岁同年 汉章底刘达继位 他继位后历经土治 使得东汉经济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 他在位期间过于放纵外戚斗士 导致暗和第十期外戚专权 埋下了东汉晚戚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苦果 当时窦皇后因为自己不能生育 十分嫉妒其他为皇帝生肖后代的宾妃们 窦皇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就千方百计地打击他们 为了杀一敬百树立权威 她把谋头指向了她最为记恨的宋贵人 宋贵人是太子刘庆的生母 为人贤惠 与马太后关系很近 深得汉章底的宠爱 等到马太后去世后 宋贵人失去了靠山 窦皇后就世纪下手了 宋贵人生了病 需要用兔斯子做药引子 就写信给自己的家人 让家人在外面购买 没想到这封信被窦皇后截获了 她诬陷宋贵人 想要用兔斯子做乌骨之术 来诅咒谋害皇帝 汉章帝渐渐对宋贵人母子厌恶起来 随后和张帝削除了宋贵人的封号打入冷宫囚禁了起来 刘庆的皇太子四位也被废除 改做清河王 公元78年 梁贵人为张帝生下一职取名刘兆 窦皇后文训后主动要求抚养刘兆 公元83年 窦皇后诬陷梁贵人父亲 梁氏族人因此受到牵连 宦贵蔡伦按照皇后的遗旨审讯拷问 宋贵人和姐姐 宋贵人姐妹两人痛不欲生 匆匆服毒自杀 寒冤离死 公元88年 刘达去世 年仅33岁 童年太子刘兆继位 视为汉河帝 当时刘兆只有10岁 由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子 然后窦太后把大批窦士家族子弟和亲朋固友任命为朝官或地方官 从而上下勾结为所欲为 其弟弟窦警放逐奴仆胡作非为 甚至白天公然拦路抢劫 侮辱妇女 窦太后的哥哥窦县更是牙齿必保 在汉明帝年间窦县的父亲窦薰犯罪 韩玉审理此案 窦薰被租窦 窦太后当证实韩玉一死 窦县立即派遣刺客 刺杀了韩玉的儿子 并带回他的手机拿到窦薰的坟上祭奠 窦县害怕督江侯流畅争夺自己的权力 公然派遣刺客行刺了流畅 事后又诬陷是流畅弟弟刘刚所为 并且派人审问了刘刚 后来真相败了 窦县自知触怒了太后恐难保全 于是请求出击匈奴 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 南匈奴亲喊北匈奴反而喊 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 朝廷便任命了窦县为车骑将军 窦县平定匈奴后威名大政 拔揽朝政公元92年 窦县党羽策划杀害汉河帝 汉河帝暗中了解他们的阴谋 8月14日 汉河帝联合宦官将窦士一网打尽 在一举平定了外戚窦士的势力后 刘少开始亲礼正事 每日临朝听证 深夜批阅咒文从不轰断正事 刘少当政时期曾多次下召 政绩灾民减免赴税 并多次下召纳贤 在法治上他主张宽行 公元96年汉河帝立殷氏为皇后 同年贵人邓隋入宫 自从邓隋入宫后 汉河帝对殷氏的宠爱逐渐衰减 因此殷氏心里屡有怨恨 便以巫骨之术诅咒邓隋 公元102年四姓拜楼 汉河帝废除殷氏的皇后之位 同年邓隋被立为皇后 邓隋是东汉开国重臣邓宇的孙女 不仅滋涩美丽 还一心向学 热衷研究 诗俗典基 对子墨尤为喜爱 这时的蔡隋主管监制制造公众用的各种器物 纸张是邓皇后所喜爱之物 蔡隋便亲自带领工匠反复实验 公元105年试制出 此次优良而成本低廉的纸张 蔡隋将造纸的方法写上造折 连同纸张献给了汉河帝 受到皇帝和皇后的赞赏 遭令天下推广使用 蔡隋的名声大声 就在这一年 年前27岁的汉河帝英年早逝 邓皇后让出生刚满百日的刘龙继位 继位汉商帝 刘龙因为年幼 由皇太后邓隋临朝廷政 汉商帝禁位仅221天便离世 汉商帝是中国帝王中继位年龄最小 寿命最短的皇帝 他被死家称为八月皇帝或白日皇帝 刘龙死后 邓太后与兄长以汉河帝长子平原王刘胜有吉为由 以汉河帝侍者刘虎为帝 刘虎为帝 刘虎正是清河王刘庆的儿子 这种立直不立直的安排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 司空周章 欲力流上 但事情败露 周章被逼自杀 安帝继位后 邓太后继续临朝听证 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 邓太后共设政达16年之久 太后死后不久 有几个以前受过太后惩罚的官人 诬告太后的兄弟 阴谋欲废除皇帝 安帝大怒 下令诛灭了邓氏一族 刘虎亲政一旨 就针对当年自己祖母和父亲的冤儿反攻 祖谋窦太后早已不再认识 于是蔡伦因为当初参与 迫害刘虎祖母送鬼人而被革职查办 朝廷下令让蔡伦前往廷尉那里去认罪 蔡伦知道再劫难逃 不愿再死前受辱 于是她淋浴后将衣帽穿戴整齐 喝毒药自杀而死 汉安帝继位时 东汉朝廷内忧外患 首先是何夕急报 西域各国布满班超离任后 担任西域都护的任上的磕正 纷纷叛汉 接着就是枪主起义 这场战争长达十一年之久 傲费巨大 使东汉元气大伤 公元一百二十五年 汉安帝南下晚城得病回京 三月在返京途中死于车中 终年三十二岁 汉安帝去世后 袁太后保持国政 在其兄严险的支持下 应立刘毅为敌 刘毅是汉安帝的堂弟 同年十月 刘毅因病去世 之后宦官孙程等人合谋诛杀了 严险兄弟 并盈利其英王刘保为帝 视为汉顺帝 汉顺帝刘保是汉安帝的独子 公元一百二十四年 当时还是太子的刘保生病 来到了汉安帝 卢母王胜家居住 当时王胜的官邸刚完成不久 刘保的卢母王楠 除奸秉吉认为不祥 反对太子刘保前去居住 于是二人与王胜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王胜等人大怒 于是诬陷太子刘保的 卢母王楠秉吉 两人被杀 太子刘保经常叹息两人被杀 王胜等人惧怕日后刘保继位 也会报复他们 于是王胜诬陷太子刘保 刘保因此被废 帕安帝死后 颜皇后五子便找个幼儿 刘毅为皇帝 自己临朝称制掌握朝政大权 帕安帝上葬期间 颜皇后不让刘保上殿靠近官场 刘保悲伤吐血 参舟不辞 刘毅做了七个月的皇帝就死了 颜贤等认为先前不立刘保 现在如果立他为皇帝 刘保会怨恨 于是颜贤等禀告妹妹颜太后 继续从诸侯王子中挑选继承人 宦官王康、孙城等十九人看不下去 便发动宫廷政变 赶走了颜太后 将十年十一岁的刘保雍丽为帝 那十九位雍丽刘保的宦官也全部封侯 同时颜太后党羽也被罢处 颜太后被幽警但顺地拒绝了废除太后的建议 仍遵奉颜太后指示其去世 汉顺帝皇帝是靠宦官得来的 所以将大权交给宦官 顺帝本人则温和但是软弱 无法阻止宦官与外戚专权的局面 后来宦官与外戚梁氏勾结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梁记专权 公元一百四四年 汉顺帝去世享年三十岁 他在位十九年 汉顺帝安葬当年 他的灵就被盗绝了 汉顺帝死后 顺帝两岁的独子刘炳登基 汉顺帝的皇后梁氏被尊为皇太后 临朝问政 梁氏掌权期间朝政腐败民不留生 公元一百四十五年 顺帝病死 梁太后之后降至历八岁的刘转为帝 刘转就是汉智帝 汉智帝虽然年幼 但他聪明伶俐 不堪梁太后哥哥梁记的专横跋扈 智帝曾在召见大臣时 当面对梁记说是跋扈将军也 梁记听把大为反感兵命手下 在智帝的丙里下毒 公元一百四十六年九岁的智帝 使用毒饼而后死亡 之后梁记又立自己的妹夫刘智为帝 是为汉桓帝 刘智登基时仅十五岁 梁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刘智从小就对梁氏不满 他继位后就想方设法的诛灭梁氏 公元一百五十九年 皇帝联和宦官丹朝党五人一举歼灭了梁氏 五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武侯 不过武侯比外企更加腐败 他们对百姓的勒索抢劫民不聊生 东汉的国势更加异弱 汉皇帝统治后期一大批太学士看到朝政的败坏 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 公元一百六十六年 宦官赵金 侯兰等党羽 与徐轩等人为非所待 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 期望以此逃脱惩罚 而官员狄超 刘智等不被强权 在大赦以后仍然暗虑处置了这些人 之后宦官一党诬陷李英等人誹报朝廷 皇帝大怒 糟糕天下 逮捕并审理党人 李英等人在狱中故意牵连到宦官 宦官向皇帝敬言 说是时候该大赦天下了 公元一百六十七年 皇帝大赦天下 党人获得释放 但是终身不许做官 公元一百六十八年一月 皇帝去世 享年三十六岁 由于皇帝无子 皇后斗庙与其父斗武决定 盈利年仅十岁的刘洪继位 视为汉陵帝 之后 斗武因定彻刘洪继位有功被封为侯 其族人加官禁绝 从此斗士外戚全清一时 斗武依赖太父陈凡组织朝政 而陈凡大量启用 在第一次党故之祸时受处罚的世人 两人在不久后即达成疑似意见 密谋铲除宦官 9月7日 斗武返回家中休息 而上书令秘密写给斗武的奏章 被宦官朱宇获得 事情败露 朱宇将此事通告给了宦官王府 曹吉 众宦官 炸雪为盟 当晚发动政变 此称9月辛亥政变 至第二天的清晨 宦官取得政变的全面胜利 斗武 陈凡等人均被灭逐 被备处死的族人则被流放 公元169年 山阳郡的都由张简堂和中常寺宦官侯朗回乡 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 并拆毁了侯兰的房屋 甚至祖坟 因而惹怒了侯兰 侯兰指使同乡人朱宾尚书 盘和张简等24位三阳民事结党 公元176年 永昌太守曹伦上书为党人名冤 并要求朝廷予以平反 刘洪大怒 将朝廷在狱中拷打致死 并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 公元184年 黄金军起义爆发 中常寺吕强认为如果不解除党固 可能会逼迫党人与黄金军勾结 刘洪这才宣布解除党固 早在汉陵帝孩子侯爵时生活贫困 等到刘洪当了皇帝之后 他常常讥笑暗环帝不懂经营家产 刘洪在其母亲董太后等人的教授下尝试卖官 卖官的规定是 地方官比中央官价格高一倍 现官则价格不一 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拿钱 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 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以中标上任 除固定价格外 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 一般来说 官位的标价是按官吏的年缝计算的 通常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刘洪还规定对于品行和口碑比较好的人来买官 除了可以享受优惠折扣外 如果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也可以首付一部分 甚至可以先上任再交费 只不过价钱得翻一倍 官吏的条签 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 也就是说 官员上任首先要支付相当于他二十五年以上的合法收入 许多官员都因为无法缴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下得弃官而走或者自杀 汉林帝为了保证 手中所卖的官位能产生循环的价值 便不许买到官位的人长期占有官位 而是实行了定期的轮换制 尽管买官的费用如此之据 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 一些豪门大家乐得买个大官来宫中要主 曹操的老爹曹装就常用万斤的代价买得一年的太位来做 当时还有一则趣闻 汉林帝将三宫的价钱标为一千万 时任平位的崔裂通过灵帝保姆程夫人只花五百万钱就买来师徒一职 败官之日 汉林帝亲自参加百官聚会 回头跟着身边宠臣说 我后悔没坚持一下 本来可以卖到一千万的 程夫人回答道 崔公可是冀州的名士 他起初拿肯买官 还不是亏我戳合 从此催泪的名声衰退 热衷金钱的汉林帝为获得更多财富 甚至不惜放下三段与洛阳城中游手好闲的四家子弟一起玩斗狗游戏 为了刺激众人的斗狗热情 他干脆下达狱令 承诺被获胜的犬子加官封绝 并命人专门制作狗袋的官帽 他还让公子哥给他披上兽袋 在街上游荡 当时皇宫中的南宫云台发生火灾 冠官中常事商让赵宗劝说汉林帝聚敛天下前 名曰修功前 美母师前 用来修功是铸造同仁 又下朝周郡出纳 财母文时送到京师 持续《易经》推广 林帝顿时国库成盈 林帝经常在高兴之时就对身边人说 张让赵宗二人真是镇的再生父母 巨路太守司马子不愿意刮民子民膏 给朝廷凑钱 于是称病 当时朝廷考虑到司马子在巨路太守任上的清廉的名望 于是减免三百万钱 而司马子仍然拿不出 朝廷则再三催促司马子交钱 司马子无奈出发 行至梦间 留下遗书抨击满官欲绝的政策 然后服药自杀 汉林帝刘洪看过司马子的遗书 深深自责 下造 暂缓吹脚 修功前 公元181年 林帝在皇宫中扩建西园 修建集市 供自己享乐 林帝和宫女模仿民间集市里的商人窃贼地痞 并驾着白驴 在西园中来回穿梭 一时民间驴驾抖升 正当经常弥漫着驴车飞扬的烟尘时 刘洪用对驴车失去了兴趣 又有宦官别出新才将狗打扮一番 带进贤官 穿巢服 配兽带 摇摇摆摆上了巢 待刘洪认出哪一只狗时 不禁拍掌大笑 站到好一个狗官 满朝文武虽敢骑士大乳 却敢怒不敢言 林帝还特别喜欢娇嫩纯洁的幼女 选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宫女 于时钟裸涌 并命令宫女只能穿开单裤 原因只是因为方便自己 灵性宫女 之后一位和姓的宫女为灵帝生下一名男婴 取名刘洁 刘洁出生后 和氏被册封为贵人 在刘洁出生之前 灵帝的皇子们都已经夭折 所以皇子刘洁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 而养在道人死之秒的家里 庸人不敢叫他本名刘洁 称他为死侯 因为死道人有道术 和氏想凭借着他的道术保护皇子刘洁 之后王美儿为灵帝又产下一名男婴 当时主宰灵帝后宫的是和氏 出生于屠妇之家 靠贿赂宦官被选入后宫 并当上了皇后 皇后对王美儿非常嫉妒 因此当王美儿怀孕时 怕招惹和皇后更深的嫉妒 就没有告诉灵帝 而是偷偷的堕胎了 但服堕胎药没有奏效 孩子还是生下来了 和皇后怕王美儿有儿战 会进一步威胁到他的位置 指使人将毒药偷偷地放在王美人产后服用的汤药里 王美儿眼后当即身亡 灵帝闻讯亲往后宫厌室 见王美儿四肢清黑 灵帝急令追查凶手 很快查出是和皇后所为 灵帝不离勃然大怒 想要立即将和皇后废出 和皇后事先已经用巨金买通了灵帝信任的宦官朝杰等人 宦官一起下跪 为和皇后求情 灵帝居然赦免了和皇后 王美儿的儿子刘邪这时尚未满月 灵帝担心这个儿子留在后宫会遭到暗害 于是将他报到永恶宫 请董太后抚养 因为觉得这个儿子很像自己 便取名为邪 此时 和灵帝面临着选择太子的问题 灵帝不喜欢刘便 而喜欢王美儿所生的皇子刘邪 群臣奏请灵帝立太子时 灵帝认为刘便行为轻飘 没有帝王的威仪 不适合做皇帝 想立皇子刘邪为太子 但因为和皇后在宫中受宠 而且和皇后的兄长何晋任大将军 并在朝中位高权重 不立太子之事 久拖不绝 公元189年 灵帝重病 弥留之际将心目中的继承人 皇子刘邪托付给他特别信任的宦官简朔 同年5月 在位22年的灵帝去世 中年33岁 简朔想先杀死何晋 再立皇子刘邪为帝 于是请何晋入后宫 但是何晋刚从外朝入后宫 简朔的司马攀隐是何晋的旧石 向何晋迎面走去 并用眼神暗示何晋 何晋大惊 先退出 从便岛回到军营 然后谎称自己生了病 不能入宫 简朔的计划因此失败 而皇子刘邪也得以顺利继承了皇位 刘邪继位后尊母亲何皇后为皇太后 由何太后临朝称字 简朔在少帝继位后仍然想改立皇子刘邪 又害怕何晋掌权后会杀了自己 于是他求处于赵中等其他宦官 但他们或与何晋亲近或为了自保 不听从简朔的话 反而向何晋出卖了简朔 不久 何晋诛杀了简朔 此时东汉王朝已经摇摇欲碎 朝廷外部爆发了黄金起义 东汉朝廷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 将权力下放给地方 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的局面 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朝廷内部以大将军何晋为首的外戚集团 和以石长寺为首的宦官集团在镇压民变期间 短暂联合后再度敌对 刘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位的 何晋的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愈演愈烈 何晋在诛杀 简朔后更进一步欲将宦官全部诛杀 何晋并遭董卓带兵入京助他一臂之力 并要求妹妹何太后同意诛杀宦官 但何太后不准 公元189年9月 何晋再次进入何太后居住的常乐宫 要求何太后同意他们诛杀全体宦官 不料 张让段归等宦官先听到风声 他们在宫中将何晋杀死 天亮后 宦官们入常乐宫 咒报何太后 谎称大将军的部下谋反 趁机裹挟了何太后 少帝与流邪 拜后中途被尚书鲁子所救 公元189年8月27日 张让段归迫于追兵 被困于北宫中 他们只好带着少帝等人出走 不久追兵赶到 张让等人至此死期已到 对少帝磕头后投河而死 之后 少帝则被鲁子等人迎接回宫 结果 在中途却遭遇董卓 当少帝望见董卓率大军赶到时 起初还以为是追杀自己的叛军 但是被吓得剃泪横流 在跟董卓对话时也是语无论次 反倒是流邪始终镇定自若 对达如流 董卓彼是胆怯懦弱的少帝 认为他毫无帝王应有的气量 反倒是觉得流邪很贤明 加之董卓自认为是跟董太后是同族 因而滋生了想要废除少帝改立流邪的念头 公元189年9月28日 董卓召集百官 逼何太后下赵书 离流邪为帝 赵书颁发后 何太后哽咽流涕 群臣心中悲痛 但都敢怒不敢言 公元190年 山东各地的赤死周共太守等起兵讨伐董卓 董卓害怕他们以盈利少帝复位为名 讨伐自己 于是董卓派女具将少帝毒杀 刘便宇害时年仅15岁 之后 董卓自封为丞相 后又加封为太司 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 公元192年 师徒王允成功诛杀了董卓 但不久 董卓的部下攻陷长安 再次挟持了流邪 后来叛军内讧 流邪与一批朝臣于公元195年7月逃离长安 途中多次成为军阀们争夺挟挟持的目标 公元196年 流邪与曹臣到达旧都洛阳 不过洛阳早已损坏 8月 曹操从洛阳挟持流邪到许县 流邪成为一位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 公元200年 流邪部门曹操的大权独揽按下一代照 令董贵人的父亲 车骑将军董成设法诛杀曹操 董成与左将军刘备等一起密谋 结果自行败露 董成等人被曹操诛杀 怀孕的董贵人也被绞杀 浮皇后畏惧曹操于是写信给他的父亲福丸 禁属曹操残暴不仁之事 希望福丸能够效仿董成铲除全臣 但福丸始终未敢行动 公元214年 福皇后要求其父亲诛杀曹操的密谋败露 曹操要挟流邪废除福皇后 并带流邪写好了废除福皇后的诏书 接着御史大夫拿着诏书 同上书令起兵包围了皇宫 招补了皇后 福皇后藏到了宫中的甲墙里被托出 之后 福皇后被幽禁致死 流邪与他所生的两位皇子亦以毒酒毒杀 不是宗族百余人被处死 公元215年 曹操威逼流邪 立妻女曹结为皇后 公元220年正月 曹操去世 10月25日 流邪将帝位占让给了曹操的儿子曹批 自此 蒋国195年的东汉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逃批创皇后封刘邪为三阳宫 由于当时盛传刘邪被杀 所以刘备以汉室中卿的身份继皇帝位建立蜀汉 刘备追视刘邪为孝敏皇帝 刘邪扁居三阳城后远离政治 一心融入民间 他利用在皇宫中学过的医术和皇后朝杰一起玄虎祭祀 依治百姓 公元234年3月 流贤离世 蒋年54岁 被冥帝帅群臣以汉天子的礼将他买葬 字号为孝宪皇帝 也会一样 我做了一句话 我操得 Good 让我偷归 我来出门